住戶緊急架起木板 阻擋混濁泥水在流進家裡 同時忙著拖地清潔 但門外水已經淹到膝蓋 機車半個輪胎被淹沒 家具也泡在水裡 颱風來襲 台東居民苦不堪言 抽水嘛 抽還是一倒罐 抽不出去 那個水溝 他現在進來這邊排不出去 就怕這一點 不用睡覺了 不管怎麼抽水都沒有辦法退去 但雨勢似乎還沒有趨緩的跡象 就怕釀成水災 晚上恐怕難以入眠 而類似的狀況下午就在台東上演 整條馬路變成河流 水勢越來越大 民眾只能涉水而過 每走一步都得小心 就怕滑倒 但漁事不斷 積雪越來越深 有民眾只能在七樓哭等 中台杜蘇瑞暴風圈觸入 帶來強勁風雨 東台灣很有感 26號餘下了一整天 台東市區下午出現積雪的狀況 高度一度超過機車輪胎 哇好急欸 你怎麼找找啊 你沒看 不知民眾不敢冒險過馬路 經過的汽機車都得放慢速度 當地里長說上午就有通知 相關單位先清理排水溝 但雨勢實在太大 還是沒辦法真的 好天空都不做美 每次下雨就是 一個星期的雨 就一兩天就把它下完 下不去啊 今晚早已清理 但還是抵擋不住 颱風帶來的好雨 由於這回渡蘇瑞結構完整 沒有經過中央山脈的阻隔 來勢洶洶在東台灣 帶來災情 一樓民宅也遭央 馬路積雪直接流進家裡 只能先移開家具初步清理 但大雨不斷恐怕得等到颱風遠離 雨勢趨緩才能清理家園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